一鳳 是 原來想要搞死高鴻安的 不是所謂的藍綠的政治人物 對 是跟他有交手經驗的 過去他的幕僚 過去他的朋友 跟過去他這個幕僚 跟他朋友實在受不了他 這些人 我們不知道的人 居然結合起來 居然把所有的資料都準備好 非要置高鴻安於死地 對 大家在看高鴻安的案子 以為是檢調發動之後呢 裡面的助理討厭他 裡面的助理跟行政主任 全部弄起來來反水 其實不是 高鴻安這一次為什麼會死這麼嚴重 是因為檢調還沒發動 就有一群討厭他的人 集合起來變成了一個吹哨者聯盟 這四個人有男有女 而且都跟高鴻安有關係 有基層工作者跟他合作過的 有他以前念這個資工的一個校友 還有他在外面企業合作過的 只要跟他有往來的 竟然都非常的討厭他 然後呢 有人拿到帳 有人拿到一些單據 全部把他聚集在一起 這四個人要把他弄到死為止 高鴻安到底犯了什麼滔天大罪 你到底幹了什麼事情 結果這些人 這些人跟你有工作的經驗 過去是你的幕僚 最後非要支女於死地 對 那吹哨者聯盟 凡是跟高鴻安有接觸過的 最後都要反而來對付他 但大家就來看一件事情 高鴻安的辦公室 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辦公室 我們先講一個前提 很多立法委員一年 一屆做四年 很多的委員 助理或是主任 就是跟著他四年 但是高鴻安的委員辦公室 一直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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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他的敵人非常的多 很多人都說他的辦公室待不下去 待不下去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有些時候你就要請試駕 有些時候就要請病假 那病假在勞基法裡面 病假有一定的時數 是不用扣錢的 因為每個人都會生病 可是在他的辦公室裡面 你看這就傳出來了 在這個月請假 我都算病假 再麻煩繳回多少錢 作為辦公室基金 勞基法說 搬假不用給錢 你為什麼要扣我的錢 然後那市價要怎麼來算 所以他的行政主任講 你這個月請的假 我算你都是病假 然後你要把這個錢 給交回來 對 要交回來 然後交給誰 交給辦公室基金 那個算法其實蠻苛刻的 試駕一天呢 捐本薪除以30 什麼意思 就是你今天這個月幾天 然後你的本薪就把它除掉 你的日薪全部沒有 我們有些時候確實有事嘛 然後病假就好一點 病假除以60 什麼意思 算了啦 我們也是有良心的 你病假我扣你半薪 不扣你一天的薪水 然後呢 這個還有什麼 遇到強制的事情 還要請一個試駕 最可怕的事情是 渠道請試駕 對 你知道喔 沒有洗飲料杯子 忘記丟垃圾 都要繳錢 這個我覺得 我在內湖國小 我念小學的時候被罰過 這個東西竟然也被拿出來 你說你看 沒有洗飲料杯 忘了倒垃圾 要罰錢 對 好 揪曹隊 嗶嗶嗶 我怕有蟑螂 明天乖乖的 繳上20元 什麼意思 有人忘了洗杯子 然後呢 他就告訴你說 已經幫你洗好了 然後 我給美麗的圈圈圈 跪了 下次忘記就怎樣 罰50 洗個杯子 其實你可以請一個 專門來洗 但是呢 你這種小事情 他就要 然後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這個比當兵更可怕 你看喔 時間到了8點34分 因為他們規定8點半要到 立法院沒有人這麼 這麼準時的啦 大家士忌都很多 可能前一天保穿 可能前一天工作到很晚 來來來 中響了 8點34分就說打中了 然後呢 每個人你知道嗎 快到了 欸這個蘋果最可憐 這個匿名蘋果的 摩托車車陣中快到了 欸 我在騎摩托車 然後卡在車陣裡面 我還要回 路上了 好 這時候呢 這個總管出來講囉 請幫我記錄 同仁遲到狀況 謝謝 你壓是辦公室的助理 你怎麼想 我前一天可能弄到很晚 我可能為你跑窗 我可能為你去打這些 這些 這些你要委員會的一些資料 你現在8點34分 你就給我來打中 後面還有 行政同仁請假遲到 之後和行政主路報告 事由和時間 然後還要改進 還要策養 所以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 這些吹哨者聯盟 這麼討厭高航安 然後要把他送進大牢為止 不是 而且他們這四個人 是想盡各種辦法 他們要等於說 也在疊對疊 對 這些吹哨者 居然選在見面的地方 是南寮漁港 18天3 關西休息站 經過很多的整合 才把這一套東西給整合出來 對 因為其中有一個女生 她是認識所有的人 所以由她做一個串聯 然後那些帳 不是一開始全部就摳出來的 有些人去認職的時候 只有那幾個月 我就拿到這幾個月 保傑哥你就拿到那幾個月 我們要做交叉比對 為什麼要在18天3 因為怕被人家知道 怕被高官的人知道 18天3一上去之後 四個人車燈關掉之後 沒有車燈了 如果下面有人上來 他們就會看到 所以要選在這個地方 像不像毒販 像不像要做什麼秘密交易 南寮漁港 停在哪裡 車子停在下面 人上去 人為什麼要上去呢 因為這個地方 風很頭 如果有人想要去偷聽 這個橋那麼大 你幹嘛靠近我們 我們就會知道 如果你這樣子假裝經過 風很透 你也聽不到 聽不清楚 然後最後交貨的地方 是在關西休息站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這個地方有沒有 跑出來之後呢 人潮很多 根本很亂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高宏安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讓這些人真的要非 置他於死地不可 好 所以慧成 是 我每次覺得說 高宏安你到底幹了什麼事情 你看這個內容 這也太誇張吧 還有高宏安這個案子 真的帶給柯文哲 極大壓力嗎 我覺得你知道這四個人 是從高宏安在念 台大資工系的時候 就有一個叫做阿赫安 他一定是把人家 記錄得很累 所以才會你念書的時候 你的同學就把你記住了 他是從你在台大資工系念書 你去鴻海工作 一個政治的基層工作人員 還有第四個 我在蔡古報是支撤會 換句話說 高宏安反走過必得罪人 所以這四個人是橫跨高宏安 四個不同時期的 然後其中有一個 就是這個人 串連其他三個人 覺得要欲死 所以你說吹哨者聯盟 我覺得不是 這叫高宏安復仇者聯盟 復仇者聯盟 一定是讓他起床到這件事 才會做這件事 而且我仔細看那個文章 很累 他們四個人還有兩兩 然後堆資料 而且他們說 我們要去蒐集高宏安 從念書到立委 所有的大小事 所以你發現高宏安 這一次雖然就有一個判決 但是他還有五個案子 還在進行當中 不是 你知道 我今天看到這個新聞以後 我就覺得這根本在寫小說 這是一個幻想群嗎 有可能嗎 我就去打聽 當然我有我的管道 我打聽 我找了兩個管道 都跟我講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因為那個記者要去跟他們 最後要跟他們碰面 你知道很好笑 這四個所謂的復仇者聯盟 他們一開始是先爆料給誰 是爆料給林根仁 後來發現林根仁的能力有限 把這個25個檔案解讀的 大概只有冰山的一角 後來突然之間 又不繼續爆下去 那這幾個復仇者聯盟 我心想說我們花那麼多時間 結果你只有同一個小刀 沒有辦法達到我們的目標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才去跟周開聯繫的 而且超級好笑 他們原本是約在一個A地方 後來後來 他們因為他們第一次遇記者 他們也不相信 他也不相信 後來就是臨時換地方 就那個記者去借旁邊的U-bike 還是那個共享的那個腳踏車 清清清清清最新的地方 才拿到那個隨身碟 而且那個隨身碟 還是當天買的 你就知道這四個人 多怕高雄安會秋後算帳 多怕這些事情會被曝光 高雄安那時候還講一句話 司法的事情有人會搞定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 這四個所謂的復仇者聯盟 會這麼小心翼翼的原因 然後你要知道喔 這整件如果我是記者 我找到第一時間點聽到 我可能就會寫了 就為什麼這個記者 這個時候才寫 因為高雄安到現在 才被判刑 所以換句話說 他們是真的擔心 高雄安用他的一些 相關的黑暗勢力 會影響到司法的判決 所以一次到現在 確定他被判了 然後判有罪了 所以才把這個內幕 給弄出來耶 有這樣的可以 這個我補充一下 你說這個 他會怕 這四個一定會怕 我跟你講 當時陳凱琳 我拿到檢舉也是這樣 因為我一看就知道 這最少有三四個人 就是你屬下的人 集合寫的 不一樣嘛 陳凱琳也是這樣 但你不能怪 陳凱琳也是底下 你不能怪林根仁 為什麼 因為他無法查證嘛 他跟我不敢 我來我是這樣 我是去找個 故事裡面的那個 承辦科長 被調子 被降調的 當陳凱琳已經進到議會 議事庭準備備詢的時候 我還有五十分鐘就要開始質詢 我去問他 我說我要知道 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因為你是董事林 我現在知道你是董事林 你告訴我 有這個事情 有就好 我就讓你講話 如果連你都不承認 那我不能報啊 對不對 對不對 他跟我說 有啊 我說 不過時間不對啊 他死了 死了就把你調走啊 對不對 為什麼這個事情 三月死了 死了就把你調走 為什麼落下 他相信他說沒有 因為就是因為 我不辦 我不配合 他把我調走 後面他們就弄了 是這樣來 所以我就回去 我就問了 對啊 所以這個是很勇敢 這個是很勇敢 他敢面對 對啊 就說你已經做到 後面的人 不讓你死不死 就對了 我都願意站出來的 都是自己人跟你 他這個是因為 他們又不敢站出來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要知道 當時站在高雄安後面的有誰 有郭台銘 有薛明智 郭台銘他手下的法律顧問 站好幾百個 所以你知道這四個小兵 讓高雄安起乎得多痛 那我覺得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這些人可能過往的 在一個工作層上 有的人是因為高雄安攀附權貴 他影響到那個人 他自己本身的一個發展 或者是說單純就認為 你就算是已經攀附權貴 但是你不可以見高攀見低財 把我們這些人當小樓樓 把我們起乎得這麼痛 所以就為了這一口氣 為了一口氣 所以高雄安復從者聯邦 到最後他們用實際行動 告訴高雄安 高雄安男子今天學判 居然被判了七年四個月 然後貪多少 貪十一萬 貪十一萬你要不要講說 他竟然很生氣 說我要上訴到底 可是你非常熟悉 他如果上訴會更慘嗎 我覺得他上訴來講的話 一定會完蛋 如果你在醫生的時候呢 你沒想辦法去把這官司打好 你現在來說 你只是判七年四個月 七年四個月什麼意思 七年四個月大家覺得 哇 怎麼那麼重 他的本刑就是七年以上 所以貪污制裁條例本刑七年以上 你只加了四個月 那個等於是低銷而已 因為你也不可能只判七年嘛 所以七年四個月 你現在來講的話 如果你上訴到二審的話 你就要想你到底要打什麼訴訟三略 如果你跟一審一樣 那你一定打不贏 因為一審的法官呢 已經完全接受檢察官的說法了 檢察官說你這樣子來講的話 你就是逼這些助理把錢拿進來 而且三個助理的筆錄 我這邊都有 其中小兔還是作帳的 所以呢這個論述來講的話 一審的法官已經接受了 你要變成二審 你要去推翻他其實不太可能 有沒有發現到 他這一次來講的話 大家突然覺得說 哇怎麼11萬而已 就判到七年四個月 但是他這一次裡面 法官講到一個重點 什麼重點 他說你們立法院搞這些東西 希望以後不要再有 類似的情況發生了 不要再叫這個所謂的助理回捐了 你該拿多少錢就拿多少錢 做多少事拿多少錢 你不要再叫助理回捐了 所以這一次的這個判決書來講 在法界算是蠻有重量的 因為過去來講的話 關於助理費啊 詐領這些錢啊 大家都覺得說哇 你這個人來講 初一十五不一樣 你遇到什麼檢察官 有的起訴 有的不起訴 有的起訴用貪污之罪 有的起訴用這個詐欺 你遇到什麼法官 你也不太知道 但這一次來講 他已經證明一件事情了 他把所有這拉雷拉雜的東西 都拿掉 只要你低薪高報 就是貪污 你不要跟我解釋什麼 我後面再把錢人補進來 沒有那回事 你今天來當一個立法委員 你怎麼可能不懂法條 你不懂法條 你當什麼立法委員 所以呢 你只要低薪高報 你後面的東西 都是事實狡辯 所以現在本來講說 什麼福報這個所謂的 加班費 是立法院的這個常態 以後沒有這回事了 對 以後你再敢福報 你再敢低薪高報 你被抓到你就完了 你被抓到就完了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 他這一次為什麼 就有加四個月而已 從低薪七年 加四個月而已 那是因為你沒有前科 所以呢 他還是給你一次 一類似減刑的概念 如果你到了二審 然後你還是這套 論述的戰略 我覺得恐怕會加重 所以我剛才講的 你仔細的研究這個東西 這次的關鍵 真的就是低薪高報 你只要任何人敢 在低薪高報 你不要再講那個錢 留在哪裡去 留在哪裡 法官現在不是這重點 重點是你敢 剛才講到 六萬八你敢給我報到七萬二 你就有貪污的犯意了 老杰哥為什麼判這麼重 因為貪污至罪條例 為什麼他贏的第五條當中 你的助理費甚至一度 那你看事後這個法院 已經直接判他七年四個月了 工房過程當中還拿出 大水庫理論來企圖跟大家講 沒有這個錢就是辦公室用的錢 其他也有人對不對 曾經也有助理 這個三萬五千塊的薪水 可是每個月都回券三千 為什麼別人無罪我有罪 觀眾朋友 因為立院組織法第32條告訴你 助理費就只能夠用在助理 所以如果你把那個助理費 領了以後 去拼例外的私聘的話 也不會有事 但關鍵在於 他拿去攻擊金片適用了 觀眾朋友 因為這一次的高韓安的重點在這裡 我現在把兩張他的那個助理費申報 因為我們現在聽到一個用詞 就是他被判重罪的原因 叫做低薪高報 什麼意思 我現在用兩張來告訴你就好了 高韓安是2020年的 二月的時候當立法委員 好那這一張 來觀眾朋友看一下 這一張就是他第一個月所報的 他的這個整個申報表 我就舉一個人來例子 就是小兔黃慧以文 辦公室主任 他在二月的時候領的薪水 這是薪水哦 六萬八千兩百塊 有沒有很清楚對不對 可是到了五月的時候 他的薪水變多少 變七萬了 有沒有 雖然每個月薪水會不一樣 那為什麼薪水會不一樣呢 原來他就是為了要把他的加班費 報到滿 來觀眾朋友你要注意看哦 2020年的時候當時 立法院他是有規定的 到了2022年的時候 公費助理的加班費 每個月最多可以領的錢 變成八萬八 可是在2020年 高韓剛上來的時候 基數在這裡 來寶傑哥你看 八萬四千八百七十二 你倒回來看 我剛剛講一個是五月 一個是二月對不對 你看到 他所有的助理 助理每個月領的錢不一樣 可是最後報的這個 他的加班費 你看這個五月是領多少 八萬四千七百五十四 差了一百多塊 你看二月的時候多少 八萬四千八百四十九 只差二十三塊 所以等於就是 我就領到報 我的助理就這些人 可是每個月的薪水都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要把他報到他的助理費 就是要領到這個最後的這個基數 八萬四千八百七十二塊 能盡量接近 都盡量接近 他最後被法院判有罪 被起訴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你怎麼可能一個助理 今天我請一個人來 這個月給他六萬 下一個給他七萬 那下一個月又變成是多少 怎麼會浮動呢 搞了半天 原來他是要把這個加班 費的錢領到最多 那領得到最多 你說因為我今天 我體恤我的員工 應該是怎麼做 應該是我把他的加班時數 全部爆滿 這個不會有問題 因為立法案的委員 我們都知道 有些委員他又要法案 又要記者會 又要選民服務 我都已經半夜還在接LINE對不對 我工作半天了 我加班費報到滿 怎麼樣滿 沒問題 好吧 結果那關鍵來了 他不是把你的加班費領到滿 是把我給你的額度 你給我領到滿 他就是希望能夠法定 能領得加班費 可是問題來了 我剛剛就舉黃慧文的例子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這件事情的破口 他一下子領六萬八本薪 一下子領七萬對不對 可是他跟警察官講什麼 我永遠都是領六萬二 我其實就領六萬二 可是為什麼我的薪水 會出現六萬八七萬 因為我要去把那個加班 領到頂 所以我的薪水就變浮動了 我的酬金 實際領到的錢是一樣的 那所以寶傑克 他另外有個密帳 司帳 他裡面就告訴你了 因為你這個月領多少 所以你要退回多少 因為你下個月領多少 你要退回多少 那為什麼他要退回呢 我剛剛講到立委組織法 深色二條對不對 這一次為什麼檢察官 還有法官都不接受他的 高法案的說法 因為助理費 法教官你要知道 這些錢是進到這些公費 助理的個人戶頭 為什麼立法案是把這個 進到個人戶頭 你其他的那些 包含的那些 辦公室裡面的那些 用的那些公務費雜誌費 那些錢是整個給辦公室的 為什麼進個人戶頭 因為在整個法的修訂當中 立院的公費助理 他所拿到的加班費 跟他的酬金 是屬於他個人所有 所以進到個人戶頭 可是從這個case看起來 進到個人戶頭之後 他們卻不可以自主性的 去決定這些權的動向 他必須要繳回他辦公室 所以就被認定說 還是高王安來決定這些錢 那當然整個過程當中 有一個人叫王玉文 公衛文 他的說法是支持高王安 他說沒有 我這是自願繳回去的 但是四個助理 三個都咬死說 我們是被逼的繳回去了 然後那些錢 跟現在民眾黨講 又不是只有他這樣子 很多人都這樣幹的 我剛剛已經講了 民眾黨的說法 其實他完全沒有 沒有跟社會離奇的重點 很多的立委跟議員 都盡可能的 把家裡頂到保 而且甚至有一些助理 還會把錢交回辦公室去用 可是交回辦公室裡面 去繳辦公室的支出 不是讓委員還能決定 他怎麼用 而且用你個人的支出 雖然他後來有電回 就倒水庫理論嘛 可是法官還有檢察官 都不接受 因為他已經涉嫌 貪污政條件第五條的 利用職權榨取財物了 好 惠哲 有人去做過去的統計 只有一個重點 你只要被你的助理咬的 每一個都被派信 然後你不但被咬 你還被三個咬 是 我跟你講 今天因為那個顏寬恆 人家他也是有這個 詐領助理費的問題 可是人家的對方 從頭到尾都說 沒有啊 那個本來就這樣 人家該一收聽 就那一個他的助理 事實上他說他是無償的 他是自己願意的 就那個人也被中派 就他做人成功 但是他當然 因為有涉及到案件 公安罪的問題 你知道嗎 就套一句小兔主任講的 你做人失敗啊 那個小兔主任說 你知道他做了 他講的台詞 他說我做到這個行政主任 我連十塊錢都不能做主 高宏安連十塊錢 都要經過他同意 那這麼多的員工 大家這麼多的助理 大家幫你把高宏安的 這一個加班費報到滿 報到滿之後出來 如果你說大家很辛苦 全部都大家一起用 也就算了 不是 其中 我跟你講這個檢察官 他們法官他們判是怎麼樣 本來起訴是45萬 他法官的意思是說 好 現在所有的檢察官 起訴是45萬 你說什麼什麼用在哪裡 什麼什麼用在哪裡 那我就從寬認定 好 你說用公佑就公佑 這11萬 為什麼到最後是 沒收11萬 因為這11萬你變不掉 這11萬就是你 從頭到尾就是用在你自己身上 你完全變不掉 所以換句話說 你從這一點 你就可以看出一件什麼事情 高宏安從頭到尾 強辭奪理 完全不認罪 所以這才是他這一次 為什麼被重判的原因 那第二個就是說 包括黃慧文 他就講到說什麼 高宏安的男朋友 李中庭跟我講 做立委是要來賺錢的 沒有人要來賠錢的 這就是剛偉翰講的 其他的委員就說 大家出沒關係 我不夠了 我又跳 我又跳 現在不是 現在是小兔主任說 他男朋友告訴我 做立委是要來賺錢的 沒有人要賠錢 第二個 李中庭還要我說 高宏安從來不看賬 這句話我吞不下去 我有錄音 所以就是從頭到尾就最正確的招 高宏安你整個罪的原因在哪裡 講一句實在話 那就是消他嘛 那以前在當那個洪海的副總的時候 一個月薪水50萬 結果你一個月薪水50萬 然後你還要 那時候不是說叫那個洪海幫你補 然後幫你 這個李中庭他男朋友的那個錢 李中庭 李中庭他男朋友的那個錢 是洪海出錢的 所以你已經到了這個地步 結果你還要就是砍國家之鎧 這個所有助理的錢 都是用納稅人錢來幫你 結果你沒想到 你連11萬這個部分 你也要貪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高宏安他自己的人生 應該到這一次之後 應該已經整個政治前途畫下去一點 為什麼 因為現在金竹檢調這邊證實 跟高宏安有關的案子還有五個 他包括民進黨議員有去舉發 就是說他當時住豪宅 然後他的那個回建築的豪宅 各是什麼建案 然後那個建案又跟寡婦樓開發案 所以在夯不當當結起來的一個建商 跟高宏安還有高宏安男朋友之間的關係 非常解密 然後現在他們這個地檢署也證實說 目前為止有五個案子還在進行相關調查 有沒有五個案子都會起訴 不知道 但可以確定的一件事情是 高宏安自己本人的政治前途 應該已經畫下句點 不過我覺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你知道嗎 現在高宏安他是自己退黨 但是我想請問一下 那你民眾黨的態度是什麼 現在大家都在問 你如果說是你們民眾黨的現場 他已經被一審判權有罪確定 而且是七年四個月是很重的 按照你們民眾黨相關法規 到底要不要開除 還是說因為他已經停權了 那所以就是你當民眾黨到現在目前為止 沒有態度 好像感覺上高宏安自己已經 就退黨就當成沒有這回事 甚至連柯文哲今天竟然講什麼 他竟然還講高宏安沒有翻譯啊 才十一萬 這就是從頭到尾讓人家覺得說 最髒的顏色是什麼顏色 就是白色 因為你竟然連你的縣長 市長都已經被判權確定了 你還可以繼續再幫他開除